4月9号晚上7点半 一对小兄妹身边没有大人陪同 被附近店家给注意到 先带到安全的地方请警察来帮忙 找小兄妹的家人 当警察伯伯来到现场了解状况 小兄妹才国小一二年级 结伴俏家远从台中大甲跨县市 走到苗栗院里大约5公里路程 徒步至少超过一个小时 才被热习民众给发现 两名小孩行走一道路上 险向环身 远景立即赶赴现场将 两名小朋友带回婚住所 警方把小兄妹从加油站带回派出所后 联系他们妈妈 但是因为工作繁忙 最后是舅妈接他们回家的 另外也有通报社会局进行后续访试 新北英哥的远景巡逻时 也发现一个走失的小萌娃 远景牵着两岁男童的手 化身一日奶瓣买饼干油肉乳给他 仔细看小男童脚上的鞋 怎么那么大完全不合脚 原来他是趁妈妈睡着时 偷偷溜出门 穿妈妈的大鞋逛大街 还好最后顺利联系上家人 才让这一场好奇宝宝大冒险 平安落幕 TVBS新闻谢果金城 一居李财影中部中心 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